跟大家提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你如果因为我们刚刚 就停来的时候 他有没有给你一个网址 有对不对 那么你一进来 是我们都是停留在活的首页 可是一定要停在那边吗 一定要停在那边吗 不一定哦 什么意思呢 来您画面借我一下 您看看哦 我们如果您直接点这个地方 直接点这个地方 他会回到你的 节奏平台的首页 就是所谓的地页 那一定要叫首页吗 我如果希望说 派进来就停在那边 广伴规划这页行不行 当然可以啊 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您回到 我们节奏平台的管理 好 一般里面 老师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选项 叫做到达网页 有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今天人家点了我这个网址进来 我不希望显示那个首页的 你自己换一下 变更一下 好 我希望回到最新消息 有没有 我刚刚都没有用啊 最新消息 好 就把它确定 储存变更 现在我们回来外面 你看我点这边 有没有一发现 你进来就在最新消息了 这样了解了 所以这样你就会啦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编辑这个页面的话 假设啦 您觉得这个地方 像下面这里 文章这样太多的话 你也可以从这边插入的时候 选择指页面列表 什么叫指页面列表 我们刚刚不是一页下面有好多页吗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指页面列表 它可以把你看 你要选择哪些页面 把它调进来 或者是自动抓你目前的页面之下的 之下的 好 因为如果你一次显示那么多 你不见得喜欢啊 对不对 那我就把某些页面 你看到 比如说我的阶层 我可能选两层 然后呢 这里 我想要把这个 还有 就这个好了 就是这个规划之下的 好 把它放进来 好 它现在进来了 我们把它储存一下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复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样就进来了 对不对 它会尽量帮你简化 就是说 你还要怎么抠超连结 要干嘛呢 它会尽量帮你简化 尽量让你不要用到层次 所以它尽量把你自觉化 所以这样子 我要看网站公众 点一下 你马上就跳过去了 这样了解了 所以我们这边要做 讲的一个功能 叫做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指线面列奖 看你大概了解那个意思了 所以慢慢的 它的这个东西 好像就越来越多了 那请问一下 如果老师有参加延期的话 现在很多延期是不是都会加入一个 该怎么走 地图在哪里 很多网页上不是都 现在不是只有给你地址 这样不够聪明 对不对 要给你看一下那个会是在哪里 你有没有用过Google地图 有没有用过雅虎地图 雅虎地图可能用的比较少 Google地图大概用的比较多 那Google地图的话 如果你找到一个地点 来 比如说你看 为什么我要特别再提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不管你是雅虎的都没关 不管是雅虎或Google都没关系 因为现在的服务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把它抓出来 比如说Facebook也好 你不见要进入Facebook 在哪里 在直接网站上 是不是有很多可以登入Facebook 好 那一样的概念 我们抄进来 你先找到地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 Facebook也好 好 那么我们抄进去 好 可以对吧 那你可以先把你的那个 标地 先把它选好 确认一下 把那个放大的体力 这个呢 你就先把它调整好 当然 我看一下 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接近 应该是有吧 你要用这样也可以哦 接近 哇 不好意思 才没接近 Google的那个 导机车还没来 那就不行 如果你有的话 它可以直接就是 连结过去 就显示当地的那个状态 好 那我现在 你看右上角 那个叫连结 嘿 按一下 我不要用超连结 因为这是在邮件里面的 我应该是下面这个 这样你了解了吗 那么内定的话 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看到的结果会像这样子 我们常常在网站上都有看到这个嘛 对不对 内定的大小是 425乘350 有没有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大小 如果你觉得不够大 你可以自有调整 比如说 我觉得 我可以再大一点点 好 像这样的 那或者是说 我的宽度 我自己来把它变 比如说我宽度 我想要变到600 它下面马上都会变更 你若觉得这样太远 你就把它放大一点 人家来的时候 看这里就好 有没有 像这样 我连这个都点出来 嘿 所以呢 您往下看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 举法 按一下 KAMS2加A 拳拳 KAMS2加C 复制 对不对 现在我复制好了 我们回头来看看 这样子 请问 你应该怎么用 您看这里 插入 有没有一个叫做 应用服务 指令码 小工具 就是这 其实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 是因为 我们现在很多处的部落格 都会禁止 禁止你用 不然就是有限度的 让你开放几个用 比如说像无名 雅虎都不能 好 那 你要它比较 就是说 比较灵活的 有一些新的那种应用出来 你就马上可以用 你要用这个 你看 它就在这边 把你的层次码 有没有 等一下 它如果看一下 确认一下 我没有弄错 诶诶诶诶 振多小工具 我看一下 我没有弄错 应该没有错 好 把它切进来 好 刚才说你高 宽跟高 那 我刚刚是设600的样子 手针 好 无法插入物件 我看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边 那 它有把那个功能 稍微修正过了 所以你要直接从地图这边来 好 地图这边来 那你进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地图 对不对 这里有它的连结 好 那 您可以找到我们刚刚这边 你先用上面这个连结 好 把它贴进来 好 选取 好 有了 看到这个地方 现在是500 你可以自己决定 好 确定 好 把它储存 这样Google地图 也没有进来了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地方呢 就看你 你如果在这边 有再拉近一点 你刚刚看到这里 这根的拉近 反正它会把你那个显示比例 把它弄出来 好 所以 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 把不同的服务 把它整合到我们的Google 那个写作平台上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好 那么另外呢 像既然讲到这个 YouTube币大概就少不了 对不对 YouTube币也是现在大家 常常用到的教材之一 好 教材之一 那么 我们在这边 在这里 我们去找 其实您现在用的这个 Gmail信箱 就可以再去申请一个 那个 YouTube币的 可以直接转用 直接转用 那 您进来之后 比如说 像我都会看一些 那个 跟这些有关的 好 假如我进来了 这个我要 在哪里呢 在分享这边 你们看一下 好 在哪里 这里有一个分享 有没有 按一下 再往下走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坎入 或迁入 这里面就呱呱了 那么内定的话呢 它会用比较小的尺寸 就是五六点乘三四九 如果您要改变 你可以去改变 那跟刚刚Google 系图有点像 好 今天我假设用内定值 好 这个语法 我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甚至其实 你只要复制网址就可以 我们回到这边 你看一下 我先编辑一下 好 系图 我先留着 我先留着 我把它放到下面来 一样 插入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影片 事实上Google 自己本身有一个叫 Google影片 因为Google影片 它跟Youtube是不一样 因为就是在它还没合并之前的 还没并过Youtube之前就有的 好 因为打不过嘛 就 辞掉比较快 哈哈哈 我以为有东西干这种事情 不是吗 Guy 再标 那就不再来 好 Youtube 有没有 贴上Youtube的网址 对不对 所以你直接呢 如果你要 它现在买货的比较简单 你只要把那个网址 告诉它就好了 所以呢 现在 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就直接在那边贴上 那影片的标题 自己做一下 进来了 是不是在下面了 所以我只要储存好了 还在跑 有 有没有 就进来了 好 所以 如果老师说 您的影片 您也要这样子做的 也可以 不过还是注意一下 不管您是音乐还是影片 你自己的 假设是你自己上传的 一定要注意版权问题 因为这个预设是 最全世界公开的 不然的话 你 万一你有侵权 你可以用过 好 就是你如果自己上传 比如说你从CD截取下来的 就放上去 那这样就会有问题 好 所以最好是找网路上的 反正 放的是别人 不是你 你只是引用进来而已 它如果万一不行 那个连结 它影片就会被撤掉 好 就会被撤掉 事实上如果老师有注意到的话 前一段时间就去年 还是前年开始 YouTube就开始限制 上传影片的长度 从10分钟 然后后来开放到12 然后再开放到15分钟 那后来又有局部的开放 要早上跟各位讲的 就是局部开放到什么 就是没有限制 那为什么它限制 因为大家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电视上的 或电影上的 有播过的 隔天就上来了 有的甚至没有 是及时的 播完马上 上面就可以看到 那因为这样又有心全问题 好 所以它就会把那个时间 稍微限制住 比如说你是 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 那因为有限制15分钟 小摸就要给你切成四段 那这样会增加使用者的困扰 好 所以这样自然 它就比较不愿意说 整段路下来一起放上去